肌肉萎缩的早期症状 如文医生特药专家张贝 CN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神经内科主任医师 当周围神经病变或者是肌肉病变的时候 可以导致肌肉的体积 也就是肌溶肌的缩小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肌萎缩 那么在肌肉萎缩的早期 可能有一些其他的表现 我们不容忽视 首先就是肌肉的无力 根据发生无力的肌群不一样 它的临床表现也是不一样的 比如说出现在颜面部 可以出现张口下颌的偏斜 口角的偏斜 睁眼的无力 假如出现在颈部 我们可以出现抬颈的无力 病人反复的出现头部的下低 假如出现在上指 可以出现体重物的时候费力 握拳无力 假如出现在下指 可能会出现爬楼梯费力 从吨位站起时候非常困难 行走无力 行走偏斜等等 所以说我们一定要警惕 早期出现的轻微的肌肉无力的表现 其次就是有些患者 还会出现肌肉的自发性的酸困 疼痛 或者说是肌肉的触痛 比如说在肌肉收缩用力的时候 可以出现肌肉的疼痛 或者说是我们用其他外物刺激接触到肌肉的时候 出现明显的压痛或触痛 这种情况下也要警惕 第三部分 就是有些人还会发现在这个肌肉萎缩的时候 或者之前 有些人会出现肉跳 我们可以看到肉眼可见的肌肉在皮下的这种跳动 一定要警惕 再就是有些人还会出现肌肉的症软